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新进行时 客舱安全管家即将播出 清晨五点半 化学工程师李志强和他的同事 趁着大家还没上班 准备在停车场测试一款灭火器的性能 接受测试的灭火器并不会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而是为飞机客舱专门研发的航空灭火器 对飞机来说 火灾是影响飞行安全的致命隐患 飞机在飞行时会携带大量燃油 一旦发生火灾会有爆炸风险 飞机客舱在飞行时处于密闭状态 火灾产生的高温和浓烟也会被害旅客安全 为了杜绝火灾产 这是飞机上使用的灭火器 虽然从外观上和我们常见的民用灭火器十分相似 但灭火器里面的灭火药剂 却是为民航客机专门研制的 飞机客舱只能使用喷射气体的灭火器 这是因为飞机客舱里除了供旅客乘坐的区域外 还有行李舱 卫生间等很多密闭空间 一旦发生火情 只有气体能快速渗入这些隐秘空间灭火 除此之外 飞机客舱使用的灭火药剂还必须对人体无毒无害 因为在高空中使用 国际民航所支含要求 灭火药剂不能含有破坏大气层的成分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灭火器都无法达到飞机客舱使用的要求 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有能力合成达到民航要求的灭火药剂 长期以来中国民航客机上使用的航空灭火器一直依赖建口 民航灭火器的1.7升左右的一个 拥挤的一个灭火器 价格就是1万左右 我们生活中的灭火药剂还必须对人体无法达到飞机客舱使用的灭火药剂 要求的灭火药剂还必须对人体无法达到飞机客舱使用的灭火药剂 十秒能否控制住飞机客舱 可能发生的火情 清晨五点半 工程师们趁着大家还没上班 准备在停车场 模拟客舱起火的现场 验证他们研发的航空灭火器 能否在十秒内灭火 眼看已经被扑灭的火焰 又复燃起来 但灭火器里已经没有药剂了 李志强他们赶紧用灭火毯 灭掉越燃越烈的火势 像这样的航空灭火器 即使是全球最大客机A380 科舱里灭火器配备的数量 也不会超过15个 如果在飞机飞行时出现火情 灭火器全都用完了 却还没扑灭明火 会危害旅客的人身安全 回到实验室 工程师仔细检查了实验数据 灭火药剂的性能指标 完全符合民航要求 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呢 经过仪器检测 灭火失败的原因被找到了 这种灭火药剂虽然性能强大 但它的化学成分不太稳定 防止时间异常 药剂里的灭火成分容易分解失效 从而影响灭火性能 但按照中国民用航空局的要求 航空灭火器保质期必须达到10年以上 才能在飞机上使用 这个问题又该怎样解决 工程师想到了一个办法 航空灭火器里的药剂是通过化学合成的 它们可以通过添加一些化学物质 在不影响灭火性能的前提下 稳定灭火药剂的化学成分 让它变得不易分解 每天加一种新成分 李志强他们就要做很多次灭火试验 经过上千次灭火试验 国产新型航空灭火器 终于解决了保质期的问题 并完成了所有测试 达到了连航使用要求 但在所有的航空火情风险中 还有一个很难处理的隐化 需要工程师去验证 经常乘坐飞机的人都知道 像充电宝等锂电池产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锂电池的残验突然又开始冒烟 这又是为什么呢 锂电池因为它着火之后 它的温度会比较高 它会导致它的热失控 温度降不下来 它会继续燃烧 它是可以灭掉 但是它会复燃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 锂电池机上应急处置指南里的说明 锂电池着火后 马上用灭火器灭掉明火 然后用水降温冷却锂电池 控制它的温度低于复燃的燃点 并迅速转移到风险较小区域 但在飞机客舱里 两排座椅之间 只有一条狭窄的过道 究竟该用什么 把刚刚灭掉明火的锂电池拿走 才能保证它即使复燃 也不会威胁飞机客舱的安全呢 这是我们在飞机客舱里 常见的餐车 航空结构工程师 无常波对它进行了改造 在餐车的中间增加了一个防爆罐 通过爆炸测试 这个防爆罐可以处置雷管等危险品 像锂电池比雷管这些单量要小得多 反正锂电池 你8块10块扔进去 都不会对我的这个防爆罐产生一个破坏 用餐车转移 还有复燃风险的锂电池 这个想法究竟是否可行 模拟客舱里 锂电池被再次点燃 工作人员迅速灭火 接下来 轮到防爆餐车出场了 无常波他们按照锂电池起火后的处置规范 给灭掉明火的锂电池 倒水降温 然后用防烫手套 拿出燃烧的锂电池 放入防爆罐后 迅速将餐车 推到远离乘客的安全区域 从而化解了险情 对航空工程师来说 每一个细节都可能会影响 民航客机的飞行安全 除了防火外 民航工程师在设计客舱的零部件时 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 他们要竭尽全力 将零部件做得越轻越好 正在称重的这套航空座椅 是中国民航工程师研发的一款新型航空座椅 经过测算 新型航空座椅每一个座位 比民航客机上正在使用的传统座椅 轻了三千克 我们经常乘坐的中型客机 一般会安装将近二百个座椅 仅此一项 就能给飞机减重五百多千克 相当于七个成年人的体重 飞行它主要是客服的一个重力 它解轻了 它的动力会越强 它的飞行性能可能就会更好 飞机座椅在整个客舱设备里面 它基本上占了一半以上的重量 所以说飞机座椅的解重 对整个飞机体系的一个解重 供险是非常大的 新型航空座椅究竟依靠什么新科技 让它比传统座椅重量更轻 创新践行时 稍后继续 航空结构工程师吴长波和他的同事 设计了一款新型航空座椅 为了让它比民航客机正在使用的 传统座椅更轻 吴长波使用了碳纤维材料 代替金属 制作座椅的骨架 当减轻重量的同时 吴长波还得保证 这款新型航空座椅 和传统金属骨架的航空座椅 一样坚固 我们座椅是飞机最后一条生命线 就是飞机在它发生紧急迫降的过程中 它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超载的一个加速度 也就是相当16个人的重力 要加在座椅上 首先座椅要保证不解体 不闪架 把人约束在座椅上 才能达到最终人生存的一个目的 照片中的这个女孩 叫朱利安·科普克 1971年12月24日 17岁的朱利安和妈妈一起 从秘鲁首都利马 登上兰萨航空508号航班 508号航班起飞后不久 就在3000米高空 被雷电击中邮箱 导致爆炸解体 朱利安也被巨大的爆炸力 抛到空中 在空难发生四天后 救援人员在热带雨林中 找到了朱利安 他还活着 朱利安是508号航班 93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中 唯一的幸存者 究竟奇迹是如何发生的 根据空难调查人员分析 飞机在高空发生解体时 朱利安被安全带 紧紧束缚在航空座椅上 跟随航空座椅一起被甩了出去 空难发生地点的下方 使茂密的热带雨林起到了极大的缓冲作用 足够坚固的航空座椅 在和雨林树冠接触时 吸收了大部分冲撞能量 这也是朱利安能奇迹生还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然朱利安的经历 只是人类航空历史中的一个奇迹 但航空座椅越坚固 对于旅客的安全也多了一份保障 现在吴长波他们要用碳纤维代替金属 制作座椅骨架 虽然能减轻航空座椅的重量 但用这种材料制造航空座椅 能否保证足够的坚固性 碳纤维在力学性能上面 像抗大强度能普遍到1300 400兆帕以上 而我们现在作业上用的铝合金这一块 大概也就是500到600之间 它就断了 3000 这相当于多大的力量 这相当是我们作为一个77公斤的人 在16g的情况下 头部直接碰撞到前面的靠背 可以我们要求它3000就可以了 在设计这款座椅时 航空工程师通过计算机模拟 对它的结构进行了优化 除此之外 航空工程师还得模拟最极端的环境 对它进行一系列极限试验 用试验数据 检验它的安全性 这台机器上的三个液压壁 将在10分钟内 像座椅上施加 相当于两辆家用轿车重量的压力 这也相当于每个座位上 要同时坐上去14个成年人 在这过程中 如果座椅发生哪怕一丝裂缝 说明它们的设计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所有的设计也有可能要推翻重来 我们的事业除了第一次成功 我们都有必须的第二次复合 第三次复合 我们成功一次也不能说保证第二次成功 越是期待 越是害怕 在加完最后一千克压力后 承受巨大压力的航空座椅 没有出现裂缝 但压力测试并不是航空座椅的终极大考 接下来这款航空座椅 还要经历更加严酷的极限考验 冲击事业 是我们失败次数最多的事业 我们最开始设计第一代的时候 每次去事业都通不过 要么直接就连坐椅以上的家人 整个翻倒在地 那时候我们感觉到就是说 整个座椅 砰的一下发射出去的时候 感觉那个台车 它不是冲在座椅上 感觉是冲在我们自己的心上一样 研发新型航空座椅的这些年 像这样的极限试验 他们已经进行了36次 在各种极限测试中 他们损坏了40多套座椅 而得到的数据 让他们又进行了20多项优化创新 完成的最新一代样品 终于通过了所有的极限考验 但国产航空座椅 还不能马上装进飞机客舱 吴长波需要把所有数据汇送 在通过多个部门的逐一审核后 这款座椅才能取得试航证书 陪伴旅客飞上蓝天 除了航空灭火器和航空座椅 在飞机客舱里 还有哪些技术创新 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今天 国产航空灭火器和新型航空座椅 已经研发成功 在民航客机上投入使用 除了灭火器和座椅以外 小到一瓶消毒剂 大到运输托运行李的航空集装箱 工程师对于每一个部件 每一处细节的创新改进 都会给旅客飞行安全 增加一道保险 助力人类在蓝天上 飞得更高 飞得更安全